这一类东西通常是在闪述同心的意念 那一种真的是 你如果知道珍惜感受这一类的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很容易把人生的所遭遇 总被成为很美妙的念念 那这个东西我记今天的很显然 我今天在那个质感课解的部分 我还要领寄一下 我还没有 OK 那我几十年来就是在这样的山上 你看 只是喝着这个样的瓶子的水 这是七彩湖 但是除了梅之外 我更在演绎它的前世今生 叫你们去七彩湖 也许走过了好漂亮 但我却必须要把一草一木 还有整个山的这个变化 这个是七彩湖另外一个小湖 然后 内湖什么都好 然后我要演绎出 一开始的地底是这么走鞘 后来又大地震怎么样分过来变成这样 后来又有一次大地震 升趴下来把排水口堵住了 就变成现在的飞海湖 那以后会变成怎么样的演化 那我再写那个直辈子就不再 从大到小 从小到小 然后再演绎出来 其实人世间 台湾的美 除了我这样怎么会感觉你们听不懂 这样听不懂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凑解 它的喇叭是不是 我应该跑到这里才去 老师我们听得很清楚 比之前都清楚 这个是我在东海大学看出来的乱词分离 东海大学经常有这样的语 那没办啊 那一张其外要怎么看 一棵弯弯弯弯弯的树要怎么看 才能把它看成一个零 从下往上 还有呢 别的看 别的拿完 跟他对立 另外基建论的科学主义的 拿过来 扶椅到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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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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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叫做,那個女生我會忘掉,我記得她的綽號叫蝸牛,那個蝸牛是這樣,因為她動作很快,她動作優雅,那很優雅的過程裡面,她就是萬喬失禮,我是急性轟,直到這種伴郎中,啊,快被衝殺了,啊,什麼,啊,然後她從來沒有倒過山上去,她沒有倒過山上去以後,怎麼樣? 第一次帶她去,妳要跟我當助理,妳當然要跟我上山做工作啊,她上山以後,她的走路是這樣走的,說妳是冬季啊,妳就走一千步了,老師,那邊有貓貓草,那邊有金龜子,那邊有什麼什麼,靠腰啊,這邊來,好,抱歉,但是她就是這樣,她上山會非常辛苦,會非常難哭,我現在很害怕,直到第三次跟我上, 恰好不知道這樣的節目,無患者,滿山遍野,很多的無患者全部被落葉了,已經被金黃色了,然後風吹來,葉子就飄落下來,忽然之間,我們追一隻蝸牛了,啊,老師,老師,我告訴妳,我告訴妳,我這輩子,我這輩子,我這輩子第一次被落葉擊中我的臉頰, 感覺得真好,衝來送來,死去隨便說,很爽啊,等一下又衝過來,老師,老師,我告訴妳,剛才那隻鳥同時,按下飛過,真好,原來,出來上山頂的時候,就在那個睡間兒看著,她的天靈蓋子打開, 就好像在伸手不見名詞的地窖裡面 突然之間上帝說有光 你知道嗎 自然教義很多時候是完全不需要講 因為它就是你的基因裡面的本來教 你只是有沒有被犯罪 問題是臺灣的教義卻扼殺自然 只要受夠教義的就不僅自然 就把那個通往自然的管道的靈性部不斷地自己把它主持 我說另外一個男生他就是什麼 老師老師你這場在講自然情操 你說我吹教权無法就沒感覺 那我如何才能夠了解到你在講這種自然情操 這種同理心 喔 就是說川岑 兩個庇派 為什麼